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口罩是应用四项发明创新专利 把这个平面口罩转变成一个超立体的钻石型口罩 然后加上防侧漏以及防漏笔垫 加上防漏的挂带固定片 形成一个非常好的N95等级的口罩 所以它除了获得上海国际发明展金牌以外 还获得2018年的精品奖 历经几次全球传染病疫情与空品议题 郑永柱有感于口罩为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性 引用多年生产医用用品等专业技术 发展出适合现代人穿戴的气密式新型口罩 分一般与运动使用 不仅过滤空气效率好 密合度与气密度也优于一般口罩 呼吸顺畅不闷热 全面升级符合现代人需求 哇 这就是最新型的帆满口罩 董事长可以告诉我们这要怎么戴呢 好 这是钻石型的帆口罩 所以戴的时候就从这里中间压一下 然后把这个部分展开 超立体的钻石型打开 然后再来我们有一个挂带固定片 就是挂在这个旁边 然后再戴到口罩以后 到耳朵后面 对 就很密合 我们还有一款是他有呼气阀 所以运动的时候我们呼气就直接 从这个呼气阀呼出来 然后我们吸气的时候再经过口罩过力 那我们一个口罩可以用多久呢 多久要更换一次 通常一般民众戴的口罩 不管是防疫还是空污或码 大致上是八个小时 近年台湾空瓶亮起红灯 郑永柱为教导民众选好口罩 配合政府推动制造业服务化 创立了亚洲首个口罩观光工厂 免费开放民众 教育机构等前来参观 了解口罩类型 公用 生产制程 且加入DIY彩绘课程 让参访不仅收获知识 更增添了许多乐趣 老师那请问一下 你平常怎么选择口罩呢 平常口罩的选择 在还没来到这里之前 说真的就是戴个心安而已 不过来到这里之后 经过专业的介绍 小朋友懂得如何戴好口罩 如何选择一个好的口罩来佩戴 这就是今天最大的收获 妈妈你好 请问平常怎么样帮宝贝准备口罩呢 因为现在的空气品质 有时候不是那么好 那还有考虑到小朋友还小 会有一些沉满的问题 还有过敏的问题 所以我在帮他选择口罩的时候 希望是以比较透气的 然后比较服贴的方式 然后戴起来也不会 Layer的口罩为主 郑永柱带领专业团队 不间断研发最适用于一般民众 医院牙科的新型口罩 更推出小朋友爱不释手的卡通系列 让口罩不仅戴的安全 也充满同趣 郑永柱也提到近期建设了一栋新厂大楼 作为产品开发生产 未来将造福更多人群 且产品拥有MIT品质保证 我们应用这些好的品质 那生产吃好的口罩 标示这个MIT 特别是经过认证 所以代表这是我们台湾的品质水准 也符合我们国内消费者的需要 我们要怎么把这么好的口罩 这些产品推展到海外市场呢 我们公司就有外销部门 一贯就是配合政府的推动 特别是外贸协会的协助 参加一些国际专利的展览 优质的口罩产品 以横扫国际各大发明展 并取得多国专利 从不停歇追求人们健康品质的保障 是业界好榜样 也是民众不可缺少的防护用品 新一年 我们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健康 隔绝脏空气 就从戴好口罩开始 华信一财祝您 新年快乐 好业旺旺来 Yeah